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模拟人偶被冲出六七米左右 警方强调使用水炮车有严格指引目的是要令暴徒与警方保持安全距离避免造成多人受伤 我看到现在政府或者警方他就着这架水炮车其实已经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引和操作守则 是给他自己内部的同事 而他们也都会在使用这一架水炮车之前向受影响的人士做出一个警告 我们看到现在基本上是应对一些阻路或者示威冲突的时候 警方只能够是用催泪水剂和煙霧弹 水炮车对于警方来说在战略上是可以多一个选择给他们使用的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由于水炮车使用的范围是会比较远 所以是可以令到示威者和警方有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距离去使用 这个其实可以避免一些肢体的冲突 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警方配备了这个水炮车之后 其实是对于人群管理多了一个选项 整体来说是一件好事来的 据悉由于香港部分集会游行欲区暴力为止暴致乱 香港警方从7月30日起已开始安排警员驾驶水炮车进行路面测试 若测试顺利最快或可在8月中旬登场 届时可发射颜色泡沫 以便识别暴徒或姿势分子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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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